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由第一个 因为俄罗斯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石油生产国 全世界第二大的天然气生产国 它主要供应的地点都是欧洲地区 欧盟 欧盟在全球的经济体量里头占了接近三分之一 在这样种种的因素全部加起来 俄乌本身除了在粮食的部分 在能源的部分 都决定世界 一般老百姓所有的人 他要支出多少能源 多少电费 多少粮食 他本身已经不是一个在远方的战争 他就是在你眼前生活里头的战争 而这场战争达到今天第66天 刚开始的时候 Zalansky认为北约成员国不够支持他 刚开始的时候 北约组织也都一定程度地认为 要把这个战争限制在一个范围 避免北约组织成员国和俄罗斯直接的冲突 甚至在考虑制裁官员里头 要不要制裁普丁的女朋友 都成为考量 就是不要激怒普丁这个人 可是66天之后 第一个 大家看到一个情况 俄罗斯的军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 第二个 可能人类一旦进行一场战争 刚开始的谨慎跟理性会慢慢地被改变 这66天下来 尤其在过去一周 最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就是 原来北约组织也好 连美国总统 周八点也好 都希望它是一个有限的战争 可是在本周 它开始进入了一个 完全新的一个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的意义呢 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预告给大家 当时第一个讲出来的是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Boris Johnson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政治人物 好不好不说 他非常精明 他当时就断言这场战争 很可能延续到2023年年底 他用一句话叫现实政治的考量 他的意思是2024年的时候 Zelensky要选乌克兰的总统 2024年之前 他必须把这场战争打成自己是一个英雄 2024年 美国的总统周拜登要竞选连任 所以他说所有的现实都会使这场战争延长 变成至少到2023年年底 而最近的几个所有的评估 除了Boris Johnson之外 一个一个出现了 首先是4月24号到25号的时候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国防部长奥斯顿访问了基辅 这是美国最高层级的官员 在开战以来第一次来到了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国防部长明白的奥斯顿 由他亲口告诉大家 美国对这场战争的目标 已经不只是在乌克兰这场战争里头 击退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 他们认为要削弱俄罗斯的力量 所以他说这场战争将会持续数个月 甚至数年 布林肯说 确保乌克兰的主权 远比激怒普丁这个人来得重要 什么叫做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呢 也就是说乌东不可以 顿巴斯地区不可以被俄罗斯占领 所以如果再发生2014年的 克里米亚占领世界的话 这场战争不会结束 另外他们提出来一个新的说法 说如果对于一个侵略者 这个是Joe Biden在美国所说的 他说过去我们的历史里头看到 非常多的侵略者 你如果没有一刚开始的时候 把他打得够彻底 他就会不断不断地侵略 所以他们认为 克里米亚占领现在所发动的 不是因为乌克兰加入了北约组织 画下红线因此给予惩罚 他觉得他是对其他附近的国家 都可能发动他的攻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尽一切力量 削弱俄罗斯 这个是Joe Biden所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他的国防部长提出来的看法 他的国务卿一致的战略 所以过去这一周已经非常明朗化 乌克兰将是一个美国 希望变成削弱俄罗斯里头 最主要的一个战场 但这个战争到现在为止 至少有1800名的乌克兰人死亡 更不要讲他的难民已经达到数百万 美国的Foreign Policy 外交期刊已经直接地说了 他们认为乌克兰将会是下一个叙利亚 而目前他正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 叙利亚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个内战不会在短期之间结束 而且不只是数年之间不会结束 他就会一直冲突下去 最后这个国家变成荒芜片 面对全球军事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至今屹立不摇 选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 满两个月的前夕 泽伦斯基举行战后首场国际记者会 一路他演员出身 习惯于美光灯的高调出场 这一天基辅的地铁站成了他的舞台 我们会回回回回回回回到 克兰人真的能打 哲伦司机在两个小时的记者会上 始终谈论着这个话题 他们正在为捍卫西方的自由民主而战 而没有人可以在袖所旁观 这是在当前顿巴士战线上 乌军难得一见的火炮阵地 这一回马枪轰炸刚刚撤手的一个村庄 为避免在无险可守的平原 与有更强大火力的俄军直接接触 乌军往往以小村庄为巨点 这让俄军部队给一个村一个村的请教 爱家爱户的搜查过程中 还得应对乌军的回马枪炮击 乌军的作战模式牵制了俄军的推进 没有足够活力的乌克兰都能把俄军打成这样了 也难怪泽轮司机立场更为强硬 要钱 要武器也变得理所当然 我们来自国家的国家的国家 我们会有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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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军撤离机府包围圈后 西方国家领袖陆续来访 美国是最低调 安保也最严密的 布林肯也确实非空手而来 再次殒落3.2亿美金的军援 包括协助乌克兰把武器系统 与北约组织对接 这将有利于当前顿巴士战役中 北约更多地介入情指系统与战场管理 而布林肯与奥斯汀这次的到访 更代表着美国政策的转向 奥斯汀话讲得直白 就是要借由乌克兰在这场顿巴士战役中 不只是对俄罗斯形成战略牵制 更要一举打趴 削弱战力 而此前美国陆续提供了7批军援 项目以从单兵的轻武器 转向如155毫米的重型火炮 拜登陨落200辆的M113装甲运兵车 本周从印第安那州国民警卫队的库房中 被套了出来 准备往乌克兰战场上送 但这都不足以让乌克兰逆转胜 于是结束对基辅的访问 美国防场奥斯汀转往德国 召集北约成员与美国在全球的安保伙伴 共40多国的防长 在拉姆斯泰因美军基地开会 美国至今已砸了价值37亿美元的装备 奥斯汀要与会各国慷慨劫囊 并分配军援乌克兰的任务 而近日各国开出的军援清单 都以远程火炮与装甲坦克为主 意大利送出以封存共221套型号 相对老旧的M109榴弹炮 荷兰给了性能更为先进 德制的PGH2000自走炮 英国则送出有正国神炮之称的AS-90 及45800炮弹 这批装备将于本周运到波兰 英国还将派员为乌军 提供操作与维修的训练 加拿大目前有21套 每次M拐拐拐牵式榴弹炮 预计将送出4套 数量虽然不多 但附带送上一批 由美国雷神所研制的神剑榴弹炮 配备GPS定位追踪 不需火网覆盖 都能精准并重目标 英国政府已经改变了 英国政策的政策 一项不输出进攻性武器的德国 在各方压力下政策打转弯 联邦议会28号正式通过一项议案 将对乌克兰军援50辆猎爆式防空战车 这将有利于乌军地面部队的防空能力 此外 退役的豹衣型坦克 黄鼠狼步兵战车也都在清单中 按美国国防部的说法 加上中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前苏联时期的装甲坦克 乌军现有的坦克数量 已超过俄军部署在乌境内的总数 而随着西方加大力度的军援 乌克兰也转手围攻 本周以来针对二边境城市展开一系列的攻击 布良斯克的两个雏油潮 25号一遭无人机袭击 爆炸后的大火燃烧了一天才扑灭 随后在别尔戈罗德 库尔斯克与沃罗涅日都遭不明目标的攻击 别尔戈罗德一出军火库爆炸 俄军防空系统则拦截了数个目标 才没让灾情扩大 而乌军的越境打击 似乎也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 美国的策略也相当清楚 能削弱俄罗斯战力的事 都让乌克兰放手去干 而为让这场仗打下去 拜登持续加码 拜登这项2022财年紧急补充资金中 有200多亿用于对乌克兰各种形式的军事援助 这是乌克兰一年军费的三倍 已相当于俄罗斯去年军事支出的三分之一 华尔街日报指出 当前华佛的政治氛围 在推动更多的乌克兰援助上 肯定能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 美国及其盟友也正为一场可能持续数月的长期战争做准备 而冷战时期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煞雨而归 最终瓦解的历史 对莫斯科来说绝对是刻骨铭心 美国人如今想复制再打一场冷战时期的代理人战争 拖垮莫斯科当局 但美国最新公布了第一季经济增长 意外的萎缩1.4% 欧洲各主要经济体更以难以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油气价格居高不下 导致创新高的通膨数据 与后疫情经济复苏几乎停摆的滞涨现象 然而西方国家对于这场恶物战争 仍以冷战时期信仰意识形态对立的方式来应对 殊不知因此恶化了经济才是温水煮青蛙的危机 毕竟在全球化多年后的今日 绝非如冷战拉下铁幕 老使不相往来这么简单 这场战争打到现在 在军事科技的方面 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军事局面 原来大家都高估了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过去 它主要发展的都是高超音速的核子导弹等等 但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解释过 如果它不发动核武战争 那发动核武战争对人类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它必须使用传统性的武器 而美国过去20年来 一个角度看 它是现在中东的尼闹 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 到剿灭ISIS等等 美国进入这些战争 看起来削弱了美国的国力 耗费了非常多的国防的预算 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它是在中东这些沙漠地区打仗 而且它不太可能在这个地方 只是进行空袭 它必须进行地面部队的作战 所以在人工智慧无人机发明之后 美国在无人机方面的战略武器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也是其他任何 不管是俄罗斯 中国或是现在提出核武威胁的朝鲜 所不可能跟它一起比较的 而过去呢 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地使用 这些无人机的武器 减少美军的伤亡 同时还可以背肩带的火箭等等 这些武器的使用 使这一次乌克兰在对抗俄罗斯里头 不像外界原来所想象的 俄罗斯所向披靡 而乌克兰完全无法抵挡 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 对乌克兰的整个军事装备的补充 而这些军事装备的补充呢 说来也很好笑 因为过去呢 在阿富汗战争20年 美国是战败的 可是它留下了很多库存的武器 因为这些武器本来是要在中东使用的 现在这些库存武器就送到了乌克兰去 这是现在整个军事状况里头 最大的一个特征 而俄罗斯怎么办 它提出了两个威胁 第一个威胁呢 是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 因为你也帮助美国在这里过境 你再加入的话 那抱歉 我要切断你的天然气 本周它直接先警告两个国家 第一个是在整个所有围堵 跟着美国一起在北京主义后 围堵俄罗斯最积极的就是波兰 第二个是最脆弱的保加利亚小国 它拿一个来惩罚 保加利亚它主要的电力 其中天然气75%都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它不太经得起俄罗斯对它的惩罚 而且这是一个小国家 它可以牛刀小事 那这个是第一个威胁 第二个威胁呢 是核武的威胁 到底它提出的核武威胁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出分析 因为这将是改变人类历史的 非常重要的大事情 而目前 当它说它要切断波兰 跟保加利亚的时候 它说任何 你经过亚马尔 亚马尔因为经过好几个地区 然后最后到了德国 你如果任何其他国家 也转功于它的话 那我也修理你 它讲这句话 意指的就是德国 而它也说 除了波兰跟保加利亚 下一个阶段 我也可能对立陶宛 荷兰 法国断供 那立陶宛是可以从拉脱威亚 拉脱威亚那个地方 拿到天然气 荷兰不是这么严重 法国自己有很强的核电 某一个程度来讲 主要真正的 它是要问德国 因为德国在这件事情里头 对俄罗斯的依赖 高达55% 而且德国在这件事情 斯卡 它知道它跟美国不完全一样 现在的总理萧茲 正陷入一个长期政策的思考 目前呢 就是前总统 前总理 现任俄罗斯国安会的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说 没有俄罗斯天然气 你欧洲撑不了几州 我们来看整个天然气 作为一个武器 到底在这场战争里头 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看起来最大的危险 就是说 如果战争在很短的时间里头结束 问题不大 如果战争时间持续很长的话 它会使欧洲地区的通货膨胀 很严重 所以只要这个情况 持续了几年 很可能欧洲内部 会出现新的抗争 他们也会对俄乌战争 完全改变看法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自4月1号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欧洲必须以卢布支付天然气款项后 最强烈的公开宣示 并选在美国防部长大动作 邀请40国将领 齐聚德国开会 加码提供乌克兰武器 抵御俄军的隔天 向欧洲经济发动新一波突袭 点名波兰和保加利亚两国 为旅行合约 将率先停止天然气供应 有时报导称 这是莫斯科首次将能源武器 瞄准欧洲 彻底颠覆了苏联时代以来的坚实保证 波兰总理怒批 莫斯科此举形同直接攻击波兰 因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经透过一封书面信函 就片面终止亚马尔天然气管线的所有支付 这个欧洲旧日 隶属于共产党东部的最大经济体 曾经有45%以上天然气 仰赖俄罗斯供应 保加利亚更是高达九成 尽管在俄乌开战后 他们是最早宣布 и拟定摆脱俄罗斯能源计划的国家 但俄罗斯的突然断气仍然可能 严重损害两国供乱及部分企业营运 华莎当局自开战以来 对乌克兰的大利支持 一直让俄罗斯相当愤怒 尤其是北约通过波兰领土 向乌克兰输送了相当多的武器 早就被视为普丁的眼中丁 尽管保加利亚传统上相较于多数欧洲国家 特别是波兰更情恶 新的联合政府也在是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决定上 一直犹豫且焦躁不安 但他公开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对克里姆林宫来讲 已经成为了新铮表态 美国人看不过过游戏 也看不过游戏 只会期待时 当我们可以使用了一种或另一个 使用的方法 或使用了 阻挥的欧洲国家 或使用了 好无疑问 此举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间的经济冲突 正显著升级且持续扩大 也是莫斯科对欧洲的多轮制裁中 最强烈的一次回应 尽管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痛批 俄罗斯偏偏断气 无异于敲诈 成员国也在紧急会议后初步决定 将先以间接方式 向波兰及保加利亚紧急输送天然气 解决燃煤之急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下一个是谁 外界高度关注德国和意大利 因为这两个G7经济体均表示 他们将继续以欧元或美元支付天然气费用 彭博社调查后却发现 当下已有四个欧洲买家该以卢布支付 还有十个国家一开好账户 随时可能挺不住压力倒戈 好 同時,把英文文化的成果 中共的成果 中共有關火力的火力 在英國的火力 尤其是英國的成果 如果英國人會被解除 自己的國家 我們剛才聽到 蘇勒倫說 首先,我們會努力 由盡量的價值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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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事实上自开战以来 乌克兰的欧洲盟友一直必谈 何时会全面切断俄罗斯天然气进口 因为就算延东已过 根据欧洲委员会公布的最新数据 欧盟的天然气除量还是只剩约32% 远低于其成员国设定 在11月前必须达到的80%目标 换句话说 倘若俄罗斯突袭断气 欧洲最快将在今年深秋耗尽天然气 就算德国拼命加快 异化天然气接收战的兴建 意大利4月也和埃及阿尔及利亚签署协议 仍将面临重大供应缺口 今日美国报说 俄罗斯对中欧两国的断气举动 不只将会引发天然气价格上涨 还将注定迎来天然气极度动荡的一年 因为那一句冯德莱恩所说 俄罗斯化石燃料在欧洲时代即将结束 对多数欧洲国家来说 重点在于能不能在他们选择的时间点结束 德国联邦议院看似跨党派不受威胁 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 但有时报道称 德国内部已经开始了一项审查程序 若有必要将对天然气实施强制配极 俄乌战争正迫使G7轮值主席国德国 撤回加速淘汰煤炭发电的计划 眼看俄物件的实体战正演变成矿制持久的消耗战 当俄罗斯出动那面武器 似乎已准备将经济战场无限扩大延伸 我们很快来看俄罗斯输往欧洲几个国家的天然气管 你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好几条线 这一次它威胁切掉的就是亚马尔 亚马尔是从白俄罗斯经过波兰 然后最后的终点站是在德国 然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波兰也在其中一个国家 就是从白俄罗斯下去就是波兰 所以还切断这一段 然后从波兰这个地方有一个虚线的亚马尔往南 然后接着再到了一个South Stream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保加利亚 所以它等于是说我亚马尔全线 我可以威胁你 接下来旁边的South Stream我也可以威胁你 而这条South Stream最重要的是到哪里去 是到意大利 其实整个欧洲现在最脆弱的 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最深的是德国和意大利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除了煤炭之外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其他能源 荷兰有自己的能源 英国有自己的能源 法国有自己的核电 德国是又反核电 也反煤炭 在这个情况里头 天然气曾经是他们除了绿色能源之外 唯一的答案 所以目前为止呢 他为什么特别挑了波兰 因为波兰的下一站就是到了德国 为什么特别挑了保加利亚 这小国家 而且对我依赖很深 可是他用的是South Stream 这条South Stream 接下来你看到地图上连接下来 就是另外一个 在整个欧洲经济体里头占第三位 也就是德国 法国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 而德国跟意大利刚好是在能源 对俄罗斯依赖里头最脆弱的两个国家 职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跟北约组织主要的思考就是第一个要帮助乌克兰 但第二个不能帮助到把全世界都卷入战争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尤其不能把普丁给逼疯了 而逼疯的最怕的就是他使用有限量的核子武器 但是66天之后 当普丁两度的以核子武器作为威胁 而且由他的外长正式对外寻告 如果西方继续的支持乌克兰 无条件地不但给予武器的话 俄罗斯是会考虑动用轻核武 什么叫做轻核武呢 其实外界不太知道他们想做什么 但是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报道 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 1962年的时候 人类还没有发展到核子武器 还是原子弹的阶段 就在那个时刻曾经爆发了古巴危机 美国的总统Jeff Kennedy和当时苏联的总书记赫鲁雪夫 在这个时候进行了13天的谈判 最后古巴危机结束 双方还派出了钢琴音乐家 美国的Baron Janus 俄罗斯的Richter 两个人互访 这个应该是叫苏联的Richter 两个人互访 然后互访之后 还是进行了和平的交流 那是当年一场核武危机被化解 而且变成一场音乐的美丽加化 可是现在是俄罗斯正式地提出核武的威胁 而美国白宫评估认为他们只是吹牛 处立在联合国总部前 一座打劫的枪管雕塑 象征联合国以和平为宗旨的成立目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抬起本周俄乌的外交斡旋之旅前 在雕塑前殉道此行的目标 而复活节当天 顿巴士战场没有停止杀戮 即便是古特雷斯这回想要抢救 被困于亚树钢铁厂里面的平民 也是在炮火中度过这一天 而古特雷斯对俄罗斯 外交斡旋的第一站 与普丁无法拉近关系的对话 要有成果 谈何容易 而泽伦斯基已经放话 不满古特雷斯先行到莫斯科 却不是在基辅先听听战争受害者的意见 让这场会晤也难有下文 而古特雷斯前脚刚走 俄军就射了两枚导弹到基辅 击中一栋民宅 至少造成食人受伤 物防通缉这是对联合国的羞辱 但莫斯科则说 这是对乌军本周以来 一连串越境袭击的包袱 也因此任何居中斡旋的外交努力 现在恐怕都是枉然 尤其在西方加大军事援助后 让俄乌前期在土耳其 几乎要达成协议的谈判 回到了原点 乌克兰甚至认为 这并非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 而对美国来说 战略目标也很明确 要借由乌克兰削弱俄罗斯的实力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国营电视台专访时 把西方军援与对俄宣战划上了等号 被问及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及当前局势相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 拉夫罗夫说 为防止核战争 俄罗斯做了很多工作 至于会不会发生 拉夫罗夫与带威胁 话中有话 事实上 在2020年公布的俄联邦 在核威射领域国家政策基础中 只要俄罗斯感受到致命威胁 就会以核武先一步解决敌人 而这并非俄罗斯首次祭出核武威胁 早在俄武开战前 普丁就亲自组织了一场核战略军演 各战略核武平台轮番进行射射 为杜绝西方射入俄武战场 划下红线 开战后三天 普丁更下令提升核战备警戒 这确实让西方国家 一度会避免一场核战争 对俄乌战事做闭上关 但随着俄军战事推进不顺 西方加大军援力度后 让普丁不得不再次划红线 上周俄罗斯射射一款 新型洲级导弹萨尔马特 宣称可打到全世界任何地方 且高超音速滑翔的多弹头 现因任何一款防空导弹 都无法拦截 而本周普丁在圣彼得保 一场立法委员活动上的谈话 让俄罗斯的核威胁变得更为真实 如果有人愿意运动 在发生的事件上 他们必须知道 他们必须知道 对,他们必须要造成为 西方的危险性质量 他们必须知道 我们的適合避免 会计划 会是快速的 俄罗斯那终于展现 自家核武库中 6000多枚核弹头的实力 而这恐怕是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人类最接近毁灭性核战争的一刻 一些美国军事专家认为 俄罗斯升级核威胁的言论 恰恰反映苦定对未能实现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而感到沮丧 美国新闻周刊指出 美方情报部门正密切关注 俄罗斯各核武发射平台的动态 特别是这次战场上 频繁现身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美国科学家联盟核问题专家克里斯同胜说 俄军目前约有1000到2000枚战术核武器 其中大多有空中或海上平台发射 只有约100枚由地面部队掌握 而由海空平台发射的导弹容易被击落 只有伊斯坎德尔搭载战术核武 可以确保穿透防空网 hah还准备武器 我打准备了 隔离武器 最初的阻碍似iono 全 responded 这部阻碍似的那个穹处 法院将尔搭载死了 但每次 尼网斯俄罗斯 有地方 这次是 军人在 一赊 它们仍然俗 减断 相作 这次 美方并不排除俄军在战事不顺时 以爆炸当量较小的战术核武来清理战场 甚至对西方的军援展开暴覆 而那将让情势更为生机 提高了美俄两个核武大国 最终爆发灾难性冲突的可能性 这不是只限制作战斗军的军事 但可能是专业的军事 这就是一个超级的课程 其他评论的讨论是 是否会用战斗军的军事 在战斗的军事和战斗的军事 这会是一个新世界 1962年的古巴危机 美苏陷入囚徒困境的赛 但在引发核武大战的最后一刻 甘乃迪与赫鲁学夫都尚能保持理性决策 以台面下的沟通化解为奇 如今 普丁的言论再怎么不负责 也提醒了西方领导人 向乌克兰的大量军援 将违反普丁那条难以界定的红线 只是当前有意义的对话早已阻断 更狂论有理性决策的妥协 而在俄罗斯之外 很值得注意的是朝鲜 许多人以为这两个国家是分开来的 事实上俄罗斯跟朝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当时会有1950年的韩战 也是史达林点头 认为在亚洲要开启共产主义的战争的话 他选择了韩战 而不是选择支持毛泽东 也不是选择越战 第一个就是支持韩战 所以苏联时代开始 它和朝鲜的关系就很密切 现在也是 朝鲜拥有高超音速的导弹 一般的看法是俄罗斯所转移的技术 而最近金正恩阅病 他威胁要再进行核武测试 就在俄乌战争的时刻 这个不适应 他不敢寂寞 这个是显示出来 他和俄罗斯在这个时候是同步调的 两个危险的国家 两个危险的强人 在这个时刻 他都提出了必要的时候 使用核武的威胁 而在同一个时间 朝鲜半岛的南韩 选出了过去历史上里头 可能最亲美的 现在后任的总统 也就是说 他并不希望和朝鲜进行 太多之间的一个沟通 所以世界局势呢 在某一个程度 我们需要智慧 很可能每一个领导者考虑 都是自己在国内的声望 包括普丁 包括拜登 包括 Zelensky 包括了金正恩 但是人类也正可能 因为他们 而爆发了一场 会面新的战争 北朝鲜国営 朝鲜中央テレビが 先ほど公開した 軍事パレードの映像です バルコニーに現れたのが 原水服と呼ばれる 白い軍服姿の 金正恩総書記と 軍の幹部たち 金正恩総書記は演説で 我が国の核武力を 最大限の速度で さらに強化発展させるための 措置を取っていくと述べ 核ミサイル開発を 加速する姿勢を強調しました 北韓25日晚間10点 在平壤金日成廣場 舉行朝鲜人民革命軍 建軍90週年 慶祝活動 自從2020年10月 勞動黨建黨 75週年開始 北韓便改變過去 在上午10点 舉行閱兵的傳統 而從朝鲜放送的影片 南韓軍方推測 朝鲜這次的閱兵規模 應是有史以來 最大的一次 一個小時的閱兵室 動用250多艦装備 兵力2万人 還展示3月試射的 火星17型洲際彈道飛彈 火星8型高超音速導彈 以及潛射彈道飛彈 等多種新武器 韓列社分析 根據金正恩所提 朝鲜可能將從過去 擁核自衛的立場 轉為率先動用核武的戰略 閱兵不僅是戰力的展現 挑釁意味相當明顯 朝鲜3月曾朝東部海域發射飛彈 後來證實就是研發的新型洲際彈道飛彈火星17 顯示其核武打擊實力 又在升級 北韓官方媒體釋出領導人金正恩 現場督導 身穿皮夾克 戴墨鏡 在官員陪同下架勢十足 猶如好萊塢的場景 但如果同電影情節真實上演 恐怕將是大難遺場 戦術核搭載用のミサイルというのは小型であって 複数小さい核弾頭を積んで 色々と撮っている韓国北朝鮮の間の境界線あたりに 配備す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その上で国際社会が懸念している 新たな核実験の可能性については 核心時期被稱作是威力強大的怪物飛彈 射程涵蓋米国東部 金正恩表示 北韓持續準備與美國的帝国主義長期對抗 其战略能力已經準備好接受檢驗 用於應對美國的任何軍事行為 尤其4月18日起 為期10天的韓美聯合軍演 令金正恩再度重申 要發展全系列的導彈打擊能力 就是從短到長一直到周期 這種全領域的這種多種型號多種手段多種搭載能力各種導彈 這個計劃還要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這個是目前朝鮮勞動黨八大之後定下來的一個目標 也是這個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提出要做好 從美國長期對抗準備的這個所謂加強遏制力的努力的一部分 今年那麼朝鮮將進入一個導彈高密度的發射和發展期 尤其韓國即將改朝換代 現任總統文在寅 20日向金正恩寫了封親筆信 金正恩在隔天立刻回信 對於過去多次交手 雙方致力改善朝韓關係 金正恩高度評價文在寅 但准總統引其樂的態度與文在寅明顯不同 國民的安全和資產、用土和權力保持有所謂的 任何凍傷都可以確實地解釋得到強烈的國防力 建立了強烈的國防力 北的不法性和不合理性行動 對於規制的規制 尤其樂將在5月10日就任 先前他參訪駐韓美軍的平澤基地 展現未來美韓軍事合作的重要性 如今面對朝鮮的宣誓 也為半島局勢帶來不安 而美國總統拜登預定5月20至24日分別訪問日韓 白宮表示拜登此次出訪將展現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以及與日韓聯盟的承諾 而朝鮮接下來的一舉一鬥 為全球局勢的威脅動盪再添一筆 在歐烏戰爭之下最高的一定是油價跟糧食的價格 我們來看本週跟能源有關的價格 石油價格邁向第五個月的月限成長 2018年年初以來最長的漲勢 而一般的調查油價在2022年多數時間都會維持在一筒100塊美元以上 本週仍然繼續的上漲都是104或是107 天然氣略為下跌的有一度高升到28% 也就是那一天俄羅斯決定要斷氣波蘭跟保加利亞那一天 在煤的價格部分本週略為下跌了0.15% 但是煤的價格也開始在上漲 所以中國宣布零關稅 因為全世界開始用跑煤 而油的部分本週下跌了6.18% 整體而言能源的部分尤其是石油的部分 通過膨脹將成為俄武戰爭之下全球不可能擺脫的因應 它可能間接地影響很多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 而改變了對俄武戰爭的看法 待會兒回到文件事直播歐洲版 中文件事直播歐洲版